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有很多政坛的话题 要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我们要先从台湾头 基隆看齐 好不容易找了杨宝珍 来当基隆的政策推广大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昨天第一天 谢国良首次跟宝珍搭档宣传 就出包了 蝙蝠是哺乳类的 居然把蝙蝠说成会产卵 虽然谢国良市长 第一时间急着套歉 但真的画面出来 球大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立法院穿搭 闪闪动人的敲心 高档行头引起关注 其实穿名牌搭精品招待清楚 超过二十万的记得去申报 就没有关系 巧欣真的不用这么生气 只是说这给婆婆的一百万 给大家一百万 对徐巧欣来说 是跟借卫生纸 还有借过的意思一样 说得很惨性 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吃惊 另外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颜宽衡因为有官司的关系 跟美女太座一起出庭 法庭上47岁的太太就说 她现在的职业是在家照顾孙女 在够孙 法官一时间听懵了 愣住反问 什么你已经在做阿嬷 这个小插曲呢 引发了网友热议 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大家来看 颜家早婚的传统 还有颜亲彪的媳妇 一个比一个还要出众 美貌坎比大明星 稍后我们都会一起来关心 好那我们今天呢 要先赶快来看到的 就是有关于基隆的焦点 蝙蝠会产卵吗 基隆市长谢国良出囚 闹笑话急着道歉 一起来了解 大群小朋友在球池内玩得不亦乐乎 累了还能坐小火车 进到以流明船隧道为原型的 室内儿童乐园隧道内探险 这是基隆第五座室内儿童乐园 日前启用活动上 市长谢国良带着政策大使杨宝珍 一同出席 没想到脱口说出 流明船隧道有差 什么蝙蝠缠卵 周围一堆小朋友 传达错误资讯 吓坏一堆人 说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我们在流明船隧道 现在都有看到这些小蝙蝠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想要呈现出当地这个意象 针对于蝙蝠到底是软生还是胎生 我想这件事情在谢国良市长 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一个澄清 然而在这段期间 其实基隆市政上面有更多的一个问题 需要谢国良市长应该清楚的 来向市民交代说明白 尽管谢国良很快就针对口误做出澄清 致歉 但绿营议员人批评 比起卵生还胎生 谢国良应该针对更多市政上的疑问 进行澄清 包含花一千两百万 请安心亚当城市代言人 以及每个月花十一万 请杨宝珍担任政策推广大使 他的粉丝数甚至比谢国良市长还要低 那这样他真的可以达到 所谓的政策推广大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吗 难道基隆人认识杨宝珍这个人吗 整个他的团队跟做出来的结果 的整个合作案老物采购 然后大家就是要把他讲成说 他是他的月薪 就是对他这样不尽公平 重点就是我们相信 保真是有宣传基隆的能力的 尽管外界疑点不少 但谢国良对于他的政策大使 依旧相当有信心 只是不知道市民买不买单 这个基隆市政府里面一定有内鬼 我们等一下好好来抓一下内鬼 我们先来介绍到的是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从我右手边开始 我们欢迎到的是政治评论员 陈才能 孟起好 台湾的主长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接着我们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孟起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左手边我们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台北新议员许淑华 孟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等一下呢 还会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以及国民党前发言人肖静岩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赶快来看呢 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个基隆市政府里面一定有内鬼呢 先来请教淑华议员 因为昨天这一幕 这个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这个保真搭档一起宣传 他居然说蝙蝠有产卵吧 这个蝙蝠是哺乳类的啊 大家都知道啊 而且说真的啦 因为谢国良市长 人家他第一时间 也有就是急忙的修正 说他真的说不对啊 会是累 但奇怪的是 市长都已经道歉了 为什么他们的小编 他们的幕僚 还要把市长讲错话 这个剪成这个宣传片 现在全国都知道 谢国良搞不清楚 蝙蝠是这个哺乳类 这个里面一定有内鬼啦 到底是谁要把谢国良害啦 来议员 那我觉得整个基隆市政府 有点像失控列车 一直在失控 那从这个我们看到的嘛 这个东站的那个停车禪 到现在目前每一个环节 都让他觉得很莫名其妙 包括那个杨宝珍担任 这个所谓的代言人 这个事情 也用标案的处理 那个是史上唯一一件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其实这个小编 我们也不能怪他啦 他可能也不知道原来蝙蝠不是残卵的 他是胎生的 他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把这个影片剪下來 所以我觉得也搞不太清楚 因为通常照理说要做功课 那其实我觉得啦 当下因为旁边是杨宝珍 他是这个政策的代言人 如果我是他在旁边的话 我听到市长讲错话 我一定会讲说大家知道吗 市长刚刚是在考大家 事实上大家来猜猜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动物 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动物 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缓一下 那事实上那小编也知道他讲错 那这个画面他就不会这样子剪 那我是觉得可能当下的临场反应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任何真正的人都会讲错话 或者是忽然间可能口误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看临场反应 因为口误在所难免 只是说你小编事后要上传 说真的长官主管都要看一眼吗 市长都已经会失败了 所以现在大家才想说 是不是要来抓内鬼 抓内鬼这件事情 靖妍这边来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张之豪这样讲 我也觉得这真的很疑惑 谢国良的幕僚特地剪辑影片 用市长说错了资讯 还放到市长脸书的现实动态 很怕人不知道谢国良说不对吗 这一定要抓一下 你要在全组反应一下 这个昨天刚刚好跟这个 谢市长的这个幕僚吃饭 然后一直到我说 蝙蝠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什么人要他嗨 没有啦当下讲真的就是 因为因为市长讲错了 然后这个周围的人负责剪辑的人 讲真的可能我觉得输也没有读得太多 所以这个就没有发现就把他剪上去了 那当然今天因为 靖妍因为谢国良第一时间他有在现场就已经道歉了 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后续幕僚作业 讲真的因为我们分工都会很丁信 太不丁信了 不责剪的人讲真的 不够认真 第一个是他如果自己发现市长已经讲错 或者说他要把完整的片段看完就算了 可能没有注意到 第二个是那你身边随行的这些幕僚 你应该马上提醒后端的人 市长刚刚那一段讲错 甚至是你来他出现都不要出现 应该要这个样子 不过跟大家补充一下正确知识 这个蝙蝠应该算是哺乳类的 所以应该不是残卵 是直接生出来的 那个以前自然课的时候 就是说的哺乳类就是先说鲸鱼 然后更来就说蝙蝠 那比较好记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大家看过蝙蝠俠 蝙蝠俠是人伴 所以人是直接生出来 所以这个大家就直接这样想 蝙蝠也是直接生出来 绝对不是残卵的 正确知识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讲再来我觉得这个 幕僚团队要加强一下 那你觉得这要不要成熟一下 这个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成熟 但成熟是不是真的 那种真的是 什么形式上还是什么 实际上未来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比较重要 因为讲真的基隆最近 大家已经就是眼睛都放大在盯 在放大在看了 市场也都道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的螺丝 真的要酸紧一点 因为昨天我问的这个好朋友 他是这个在跑行程的 然后我就说他是怎样 他就说我要是在身边 我一定马上就提醒了 我说对啊那你要跟在身边的朋友提醒一下 你随行的人马上都会我们 庆尾不是才去当这个随行的这个发言人吗 然后这个连杨宝珍都在 杨宝珍是政大毕业的 我觉得宝珍的这个学识应该是蛮渊博的 而且重点是现场市场就发现口误了嘛 讲说政治人物谁不会口误 我觉得很难免 但问题是说我不知道 最近大家是觉得说基隆话题好像不够多 他在点把火是不是 所以确实啊我不清楚 到底负责简的这个幕僚是谁 但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解释 议员觉得怪怪是不是 还是小编也是外包啊 如果是小编外包有可能 因为他并不在旁边啊 他应该因为现场应该 有看到市长在道歉嘛 他怎么回去不晓得 不可能跟小编如果在旁边 如果说外包可能反而比较单纯 因为我们还可以依照合约去求常 我还帮你们找个台阶下 有可能是外包 反正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外包嘛 那就没有差了 议员人很好啦 不过红绿委员说真的 这期货是不是老师真的缩不完 因为尤其你知道现在国中生 那个会考也要到了 所以我柯林市长这样说 人家就真的想不到 来 委员 市长搞不懂蝙蝠是胎生还卵生的 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他个人的问题 那助理呢没有及时跟他提醒 我觉得这个助理也要扣分 但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这一次他是跟杨宝珍一起去的 手势搭档喔 对 那大家要讲一个问题 他跟杨宝珍 他这个是劳动契约限制性招标 然后去做的这件事情 我要就法律上来讲的话 我跟你讲 杨宝珍自己讲了 他说他这一个所有的劳务采购 不是针对他一个人 如果100 我记得是132万 一个月大概11万 他也没有说他要做几件事 每个月要露出或什么也没有 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但他有说一句话 这个钱不是给他个人 是给整个团队 整个后台的 他有一个团队 对对对 那我要问了 这一次你讲错了 然后又把他po上这个 po上现实动态给大家看 而且这是很后製 他后製的很可爱 这个字型是蛮可愛的 没错 所以重点来了 这个到底是基隆市政府的错 还是这一次杨宝珊这个政策推广大使 你这个团队的错 我跟你講我个人认为两个都有错 因为他既然讲了他是劳务采购 就所有的这些后製都是这个团队做的 那既然有这么离谱的事情了 该不该解约 我认为你谢国梁市长 你现在要来说的是这件事情 要不要解约 如果是以我们来讲的话 你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了 你应该要解约才对啊 不应该让他继续啊 因为你这个劳务采购 你一百多万 那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了 那你当然要求他解约啊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在现场他已经有道歉了 结果你还把他这样 我跟你讲 没人发现喔 我感觉这条纲的 你感觉有人要给他害羞 我感觉条纲的啦 最近有钱很败 这条纲的 这个团队是故意要害你谢国梁的团队啊 所以你应该马上解约啊 这个新竹 爸爸说错了基隆的议员 你应该在议会里面要求说 马上解约才对啊 我们以法律上来讲 你给我冲坑冲这么多坑 我还要继续付你钱吗 那你怎么对得起所有基隆的市民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一百三十二万 是谁出的 基隆市民 对啊 基隆市民出最多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应该要马上解约 而且基隆市的议员 要赶快提出来这个这个 这个事情 是 为什么呢 你这次的团队的招标 你是用限制性的呢 你是定了很多的规矩呢 规定呢 然后有哪些人才可以来呢 我跟你讲 如果说他用这种限制性的招标 我必须要讲 可能明玉姐要去 他你都没有资格 因为他里面的规定太多了 你没有那个资格 对不对 搞不好周杰伦也没有资格 真的喔 对啊 因为他这是限制性的招标 他里面规定的非常严格 等于就是量身定做的 那你量身定做的 你又这样 那为什么要给杨宝珍 我跟你讲 谢国良现在最缺的就是什么 民众党的支持嘛 要保持一些小草 对嘛 要吸小草嘛 所以他最缺的就是民众党的支持 所以他的限制性招标 就是给民众党啊 所以你应该要解约 这个限制性招标的东西 等一下这个宅格 我们继续来补充 不过回到这个蝙蝠身上 说真的 我们节目也是有点教育意义的 先来请教明玉姐 明玉姐家里有小朋友 这个真的听到市长如果讲错 这真的观念会搞混 尤其蝙蝠 其实在我们华人社会来讲 是非常重要 福气的象征好吗 来明玉姐 大家刚刚讲到蝙蝠可能讲到吸血 但事实上蝙蝠会吸血的这个品种 很少了 那台湾有35种蝙蝠 不过先讲一下蝙蝠 真的是胎生 那我们讲说在台湾 其实台湾很多蝙蝠 大家是知道象征 福气哦 你看包括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寺庙 那甚至在我们的很多传统建筑里面 都会有蝙蝠 因为蝙蝠是福气的象征 所以你看这个有天公炉的炉岭 有108只的这个蝙蝠 你看这个都是建筑 然后全台唯一的这个蝙蝠石柱 所以我们看到传统的寺庙 或是传统的建筑都会有蝙蝠 因为蝙蝠是福气的象征 好那再来科普一下 小玉姐姐要来科普了 谢国良的团队注意听 拜托一下 其实这个不难 这个真的农业部的官网 那边就有讲了 那这个台湾的蝙蝠有35种 那大概大部分的这个蝙蝠呢 除了少数是吃花粉跟果实之外 大部分的蝙蝠台湾的32种 都是吃昆蟲 大概吃天牛啦 鹅啦 蚊子跟金桂子比较多 那比较特别是你看到这个 这个农业部的官网 都还有告诉大家 这个蝙蝠真的是胎生 这个是一般的这个鸟啊 鸟是生蛋嘛 蛋生出来会飞了 蝙蝠生一只 而且不要以为说蝙蝠的那个繁殖力很旺盛 蝙蝠一公一抹的话 他一年才生一胎 而且一胎才生一只 所以他是繁殖力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我们要爱护蝙蝠啦 那他这边那个 你看农业部很有趣喔 他这边还考大家 他说蝙蝠跟老鼠啊 都是属于胎生的哺乳性动物 所以当时很多这个很多网友会开玩笑 讲说讲到蝙蝠好像是有翅膀的老鼠 因为他们两个长得都很像 他们都属于胎生的哺乳类动物 可是一对老鼠一公一抹 一年可以生八胎 一胎还可以生六只 然后呢而且二十一天就可以 那个就可以怀孕 所以老鼠是非常非常会生的 但是反而蝙蝠一年只能生一胎 一胎只能生一只 所以他要考大家 农业部要考大家 那请问呢 如果食物水空间都足够的状况之下 经过一年之后呢 会有多少只老鼠跟蝙蝠呢 蕭敬也要不要回答 我刚才没有注意听 扣分扣分 这个没办法进入限制性招标 答案揭晓 就是如果一年的话 如果按照这样同样的状况之下的话 一年可以生250只的老鼠 但是蝙蝠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三只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蝙蝠是非常的 这个要要好好的爱护他 保育他 繁殖力是真的差蛮多的 那其实我们回到政治层面 这个我们科普 最后还有一个科普 这农业部很特别 他说鸟啊 鸟是这样子飞 鸟的这个是 但是蝙蝠它是很规矩 它会这样 有个角度 它会这样飞 它是飞行的轨迹 对 飞行的轨迹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鸟跟蝙蝠的一些差别 不要忘记 鸟是生蛋的 然后蝙蝠它是胎生 这个是农业部的官网很可爱 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回过头来啦 我会觉得说 谢国良这个污点 这个我觉得会一直跟着他 你还记得马前总统最有名的是什么吗 就陆荣啊 没错 那种记得到现在 大家还拿出来在笑他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 马前总统到现在 大家那时候当时他不是闹了一个笑话 说什么陆荣是耳朵里的毛 后来被大家笑说 天哪 这个马前总统为了这件事情 他还发现了这个陆荣啊 还跟他讲 陆荣真的不是耳朵里的毛 陆荣是这个熊鹿的这个右脚 所以你看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还是要负点教育责任 因为他他为什么会去跟杨宝珍出席这个活动 他是这个要去出席基隆 基隆的这个第五座 儿童的室内游乐园 他是要去宣传室内游乐园 所以他因为是儿童的室内游乐园 所以他才会有一个所谓的流民传隧道 隧道里面会有蝙蝠嘛 蝙蝠会在阴暗的角落在隧道里面 所以他才会讲到说流民传隧道里面 也会有蝙蝠 然后才会有讲说蝙蝠 他还说他看过 看过蝙蝠在里面产卵 这真的是 都该怎么说了 你看过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耶 不是他这个掰也掰得太过 因为他说他看到啊 他看到这个蝙蝠在里面产卵 我会觉得说 这个已经破了金氏世界纪录 我们谢国梁市长不是唐MIT出来了 这是比马英九想说 这个陆荣是耳朵里面的毛 这更夸张 所以我会觉得 这是人物闹笑话 这个是会跟着他啦 那当时马前总统是说他罚写了 罚写不知道几遍啊 来这个跟大家道歉 那我觉得说谢国梁你已经犯了这样的错 那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 譬如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危机处理 那你当然除了这个 我不知道他这样有没有道歉啊 你除了跟道歉要更正之外 你是不是要想一个方法 譬如像马前总统这样罚写 陆荣陆荣陆荣 这样子给大家科普回来之后 我认为他也应该要想一个 他的这个团队跟杨宝珍 两个人再度出来 因为你都已经赢了132万了 你闹这样子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用这个 发挥你132万的价值 做一个危机处理 顺便把小朋友做一个很好的科普 他应该在想方设法 在办一个脸书 或是是怎么样的 教大家正确的观念 这个可以把他形象转回来 对你要想办法 想办法像当年马前总统 这样子洗刷洗刷 不然你这样子永远跟着你 我觉得对市长的形象 不是一件好事 一定开八卦班啊 赶快洗刷一下形象 来静人再给你30秒補充 昨天这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他去这个 这个游乐园 然后启用 所以我觉得其实谢国良 是这个用心良苦 他这个富有教育意義 因为我刚才去Google了一下 大家打开Google 打蝙蝠两个字 然后就会跑出关键字 我刚才去Google了一下 就关键字跑出来 谢国良 这个没有 蝙蝠 蝙蝎卵 蝙蝠胎生 蝙蝠俠 蝙蝠蛋 蝙蝠有财卵 蝙蝠是胎生还是卵生 蝙蝠下蛋 蝙蝠财卵PPP 所以代表说 现在马上 大家因为这个谢市长 这个用心良苦的 对一句话 大家马上跑去 这个学习 到底知道说 这个蝙蝠到底是胎生还是卵生 那答案当然是这个胎生 然后是哺乳类的 所以说这个才是正确的资讯 我觉得其实昨天 这个谢国良在这个 儿童教育意义的这样子的场合 他其实是这个以身试法 他这个牺牲自己 然后我怀疑你是不是拿了132万的标案 你是不是又分到一些 下一个标案是不是就你了 你是不是跟我讲这个好汤嘛 我拿不到嘛 算了只好这样子帮他讲 我们这边要来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这件事情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 特地才在Google一下 谢市长的新闻 为了蝙蝠到底是胎生 还是什么卵生之类的 谢国良已经二次道歉了 就是为了这个蝙蝠的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载购 我们继续来补充